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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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沙粒子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信是一副事 舍粒子是烛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高不尽不曾无间 世故空中无色 无手相信是一副事 无脸而闭涉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司 亦无老司机 无枯击灭到 无痴迷无得 无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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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e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阿彌陀佛 很難得有這麼多菩薩 以受包括在界的慈界的功德 一起來讀誦《地藏經》 《地藏經》對我們華人可以說是一部最有福報的經典 因為裡面特別講的是基本的孝順的精神 由孝順而提升為為眾生成佛的大悲大願的精神 就像各位讀《地藏經》一開始 《地藏菩薩》過去做長者子 看到了一個莊嚴的佛 像好莊嚴 所以各位你看《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的像 在所有菩薩像裡面 也可以說是莊嚴第一 而且讀《地藏經》的人 《二十八種利益》裡面 也說了 女保第一 就算你投胎做女人 也是最莊嚴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發的怨最大 要幫助所有六道眾生 解離譜得樂 最後成佛 甚至各位讀《地藏經》 兩個國王 看到老百姓 在造惡業 一個國王發願先成佛 叫一切自如來 來度眾生 那另外一個發願 他要讓所有眾生都成佛 他乃成佛 這種最偉大的願令 所以我想從《地藏經》 他是教我們如何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 要追求佛陀的像好莊嚴 特別受八萬采戒 大家 有不能去享受 看電視 吃晚餐 但是呢 還是一心一意的 希望能夠 廣修功德 而且引導我們 回向給所有眾生 所以我去那邊看 排位寫了很多 那所有的排位都是我們關心的 不是光我們自己的 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我們回向了 也不是光回向給自己的媽媽 或往生者 而是因為自己有媽媽 所以回向給所有老人健康 因為自己有往生者 所以我們回向給所有往生者 都能夠脫離三惡道 往生淨土 但是從這裡面 因為地藏經告訴我們一個非常好的真理 那就是原來生命有輪迴 而且這個生命的輪迴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就像地藏王菩薩的媽媽 在後面各位念到了 她的母親 不信三寶 不供養出家人 甚至毀謗出家人 這樣下地獄 另外一個母親也是如此 甚至喜歡殺生 吃軟 吃魚軟 這樣墮落受苦了 所以地藏經告訴我們這個真相 特別第四品夜報差別 夜感 造什麼夜就感造什麼果報 這裡面給我們寫得非常的清楚 不孝父母 殺害生命 甚至毀謗三寶 甚至傷害出家人 會如何會如何 這個是佛陀要告訴我們 每個人都在追求快樂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因果夜報 反而在製造痛苦 所以進一步 有對自己父母的孝順 但是父母再次又不信因果 毀謗三寶 殺生 但是也告訴我們 學地藏王菩薩 如何幫助父母超度的方法 替他供養三寶 替他幫助友情 替他送地藏經 所以寫了地藏經的功德利益 不可思議的功德 是佛陀所要講的 所以佛陀在天上 講了這部地藏經 那目的呢 也要告訴所有的天人 包括佛陀的媽媽 雖然善友善報 現在升天啊 但是畢竟 那個只是短暫的快樂 不是究竟的快樂 因為世間的金錢 世間的福報 世間的地位 等你享受完了 就像你現在很健康 健康享受完了 就是老就是病 財富享受完了 那就是貧窮痛苦 愛情享受完了 最後呢 孤獨沒有依靠 就像現在很多人老了嘛 兒女在外面賺錢 送他去老人院 然後老伴呢 死掉了 剩下他一個人 他就要開始面對 這個生命最後的老病 孤獨 甚至又擔心自己死了以後 也沒辦法面對 也不知道死了去哪裡 但是你讀完地上經 你都知道善惡夜報輪迴的道理 甚至也學會超度父母 進一步超度眾生的方法 所以我們在讀地上經的時候 就有無量無邊的 我們招請來的 觀心的 回向的 這些地獄道 惡鬼道 甚至地上經裡面說的 一個臨命中的人 乃至一個眾生 聽聞道 地上經 乃至所有的佛號 菩薩的名字 乃至經典的一個句 他就可以脫離地獄鬼道出生道 讓所有痛苦的眾生都離苦 所以剛剛我在後面 有一隻母貓野貓 生了五隻小貓 我在那邊觀察他 貓媽媽真偉大 他那個舌頭 就整天都在填那五隻小貓 就希望牠們乾淨一點 他自己瘦巴巴的 瘦巴巴的 因為他要養五隻小貓 卻不斷地 不停地 以他身上的營養母奶 給小貓吃 所以我想人都有這個天性 他叫佛性 所以一心一意就要讓對方 弱小了痛苦了 吃得飽睡得好離苦長大 那我們佛陀又跟我們說了 彼此來眾生都是父母 所以在六道輪迴的過程 沒有一個眾生不是做過我們的爸爸媽媽 所以你去孝順眾生 那你自己也得到快樂成佛 你去傷害眾生等於傷害父母 那你自己就會痛苦 乃至輪迴 所以我想佛教 就要告訴我們 人是自己命運 升天下地獄的主宰 一切都是我們自作自受 但是呢 如果你不了解因果輪迴的道理 那你就認為 反正我又沒有害人 我去釣魚 我沒有害人啊 我為了賺錢 但是製造了一些不好的 那這排放廢水 我又沒有害人 但是事實上 你就一直在製造自己一個不好的命運 簡單的說 是我們的心態 心態 所以佛陀最偉大的地方 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就是因為你的心態 思想 引導你的行為造業 而造成了個別 每一個眾生差別的命運 但是地藏基督告訴我們 雖然一個人造了很多惡業 如果他有機會念佛 那麼寶相如來 那麼居留孫佛 他不但不會墮落地獄軌道出身道 他將來還可以升天 升净土成佛 所以雖然眾生無名不得不造業 但是三寶的加持 佛陀的加持不可思議 所以讀完一部地藏經 各位可能要開始開悟了 原來佛菩薩告訴我們世間的苦 那我們學佛 就是要來救度所有眾生母親 脫離輪迴的痛苦 告訴他們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輪迴的道路 告訴他們歸依持戒不思 告訴他們學佛 發菩提心 普度眾生的願力 那期望各位我講的這些各位都懂了 但是呢 如何讓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經典都有說 當你看到一隻貓 你都要這樣唸 唸下來 歸依三寶 發菩提心 所以讓他歸依三寶 他了解這個善惡夜暴六道輪迴的道理 讓他歸依三寶 了解了無名 貪愛執著 造業 生死輪迴的痛苦 讓他歸依三寶 知道用一個慈悲心 善良的心 智慧的心 忍辱的心 等等 你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所以 從自己的離苦的樂 而發菩提心 願眾生離苦的樂 為了讓眾生離苦的樂 而發願成佛 那各位就 一定要背下來 再唸策 歸依三寶 發菩提心 所以你看到一隻魚 你看到一隻鳥 就像我們昨天來 借住在那家 酒店 哇 外面烏鴉好多啊 所以信徒包給我一個好吃的麵包 算了 不要吃了 通通不食了 在那邊掙扎一下 到底是我要吃還是要丟出去 結果還是丟出去 哇 烏鴉來吃啊 趕快給他念 歸依三寶 發菩提心 念一些咒語 希望他們吃了以後 不要再做烏鴉了 所以我還跟我們法師說 今天法會完了 買多一點土生麵包啊 那些烏鴉可多了 那些烏鴉可多了 所以 所以因為懂了佛法 我們人生改變了 所以雖然今天太陽很大 剛剛有很多菩薩 不斷地在那邊 加牛奶 加食物 也有很多 菩薩繼續買了很多食物來 製造了很多甘露 廟煙 讓他們聞集解脫 脫離生病 所以食物是用金錢買來的 所以會發財 這個食物不施出去 可以讓眾生離開飢渴 有力量 升天 所以你將來也會離開飢渴 升天 為他念阿彌陀佛 希望他吃飽了 乃這個又不生病了 你要施坐 要供 希望他往生淨土 那這裡面就圓滿了生命的意義 原來生命的意義 在於讓眾生離苦得樂的慈悲 雖然太陽很大 錢沒有了 不施了很快樂 所以我們今天 會場裡面 剛剛中午各位看到了 也叫一千代的魚 一千代 每人這裡面 至少有十條魚 就一萬隻魚 我們讓牠 進到會場 得到我們八萬齋戒 所有的功德 然後呢 再送牠回 他們的河流裡面 自然的環境 那每一隻魚都成為三寶弟子 每一隻假魚 身上都放光了 就等於有一萬多個三寶弟子 身上帶著我們大家的八萬齋戒的功德 菩薩的功德 進入了大自然 所以就像這個世界 多了幾個出家人這邊走來走去 功德很大 所以因為大家的 歸三寶發菩提心 替牠懺悔 替牠撒盡 歸三寶 發釋紅釋怨 為牠說十二因緣法 教牠發怨 唸欺佛如來 回向他們 將來都能夠往生淨土 所以 所以學佛 各位這些道理 不是太困難 只要你稍微看一部地藏經 看一些佛教的書 你都知道了 那現在怎麼樣 積極的 永不退轉的 讓所有眾生 都相信因果 都解脫輪迴 都發菩提心 願學地藏王菩薩 願學佛陀 一樣最後成佛 那就成為我們生命的意義了 為此天天盡力 透過工作的時間 透過跟朋友聊天的時間 乃至我們的對象 不是光人啊 所以 包括小動物 包括無形的眾生 包括各位早上都會唸破地獄咒 就算不會唸破地獄咒 也會回向給地獄 宋地藏經 回向給地獄道 宋地藏經 回向給惡鬼道 所以 我們知道 回向的功德了 能夠所做功德 都回向法界眾生 超過百千萬億倍 這個回向法界眾生 都成佛 你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你成佛 這個功德天天都在增加 這個觀念要注意 比如說 你媽媽生病 你把功德回向你媽媽 病好起來 好像是對 問題有一個不圓滿 當你媽媽病好起來以後 功德就沒有了 所以各位這個記住 任何一個小小的一個功德 一塊錢的功德 像我們今天那個魚 一隻一塊馬幣 這麼大一隻 那你救了一個生命 回向所有眾生同享功德 所有眾生都跟魚 都跟你最後成佛 那這個就 這個就是無上的功德了 這個世間未來多少的佛了 而且並不是說 你救十條魚的功德而已 我們每個人都享受 那一家共善業的功德 等於今天來參加法會的 每個人都救了八隻的大甲魚 野生的一萬隻的這些八丁魚 也不是光你出十塊錢 這些魚合起來幾千塊 每個人都共同出這個錢 這一場法會開銷有多大 租場地放冷氣插花買食物 你一下 同享功德 所以各位要這樣去想啊 造惡業很可怕 哇 很痛苦啊 如果我們這一千人 看到一隻雞或豬 我們共同看到牠在殺 覺得很高興 這個叫共惡業 每個人都殺一隻雞 所以在一部《十二华言經》裡面說 三個人共同殺掉一隻雞 三個人都要下地獄 這個叫共惡業 十個人殺 十個人都要下地獄 因為這個都有殺業 所以我們了解這種業報 我們現在創造的是一個共善業 今天各位受八萬災界 不是你一個人的功德 而是今天有一千個人 你等於有一千個人 八萬災界的功德 今天各位送地藏經 不是你唸一部地藏經的功德 有一千個人 今天我們等於唸了一千部地藏經的功德 所以既然善業的福報那麼大 所以我們要累積這個共善業 既然惡業很可怕 那我們共同的懺悔 送地藏經可以消無量的業障 八萬災界可以破除罪障 消除恒禍 永不下三惡道 相貌莊嚴一切滿怨 來勢升天 往生淨土 最後成佛 所以各位要用這種廣大心 把這個共善業 回向給所有馬來西亞的人民 中國的人民 墨西哥的人民 我經常都這樣寫排位啊 哪裡發生事情 那就寫整個地區的人民眾生得到功德 所以要把自己的小小的善業 變成一種大大的回向 而且他們得到功德 願所有的人類 將來都可以歸一三寶發菩提心 所有的天道乃至地獄道 都可以歸一三寶發菩提心 所以你這樣祈願 那些魚將來也可以讀地藏經 除了脫離善惡道 將來他就有機會讀地藏經 而且他讀地藏經的時候 不見得在受苦 就像佛陀講地藏經的時候 是在天上 這些魚呢 這些鬼道眾生呢 吃到甘露 聽到佛法 拿摩寶祭如來 拿摩無量威德 自在光明如來 念一下 惡鬼升天 隨佛升西天 這些魚將來都可以升天 來自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就算升天 那也能夠在天上讀到地藏經啊 所以你這樣去想 哇 太棒了 人生非常有意義啊 所以我這樣說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每個月六天 自己懺悔修情清靜 下午呢 開始的去跟人家聊天啊 把地藏經的意義告訴他 把般若心經的意義告訴他 把六道輪迴的道理告訴他 對人道要給他佛法 對動物道不思食物給他 給他念佛 對鬼道不思食物超度他 對地獄道做功德打破地獄 願他為他念佛 永離山途深淨土 所以 以這樣的精神 來感動天道 阿修羅道 來感化人類 來幫助六道 所以 這個基本上 都是諸佛菩薩的精神 所以 三途 六道 都要 讓他們 離苦得樂 最後成佛 那這就是佛教的 意義之所在 但是為了如此 那各位要 要很繁忙的去 接觸眾生 不討厭眾生 但是在接觸眾生的過程 那有一點很重要 我們會起心動念的 你起心動念就造業了 但是各位如果把修行當作 當我在接觸眾生 很繁忙 很容易起心動念 當作我修行的助援 那功德太大了 因為 你沒有面對貪嗔痴 你不知道自己的心態在哪裡 你沒有痛苦 那看到別人痛苦 就像各位要去幫人家祝念 幫人家祝念 你要回光返照 我也會死 我死的時候 是不是跟他一樣得癌症 甚至車禍死 所以你會深信因果 你也會準備 哎呀 臨終的心態要存在哪裡 而且你去幫他祝念 希望他脫離三二道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原來真正有三二道 原來真實有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 那為什麼要去極樂世界 那將來才可以真正成佛 幫助眾生 那你要一直去思維這個生命的道理 當然我講這個各位都很熟了 但是如何把它用在你的工作上 用在你的家庭裡面 透過了解自己 所以對別人慈悲 你曾經胃痛 哎呀 胃痛的原因是什麼 頭痛的原因是什麼 腰痛的原因是什麼 佛陀說啦 貪心的人水病多 腎臟病 糖尿病 三高 所以呢 這個叫貪心的病 稱心的人火大 火大心臟病 肺病 肝的問題 傲慢的人 骨頭出問題 所以無論如何 你的起心動念 就會在影響你的頭 眼睛 嘴巴 手 腳 骨頭 一直在影響 所以我們的念頭 製造我們的身心的世界 也影響了外在的世界 他們為什麼會下地獄 那因為稱心造惡業下地獄 他為什麼做軌道 因為貪心不滿足造惡業 做軌道 他為什麼做動物 所以特別地藏經裡面也跟我們講 夜海 三重夜海 鐵圍監獄 這些都真實存在了 所以魚吃斜賤 然後呢 墮落為畜生道 但是 就哪怕是下地獄 乃至 出生平賤做惡鬼道 如果你懂得念佛念法念生 懂得 讀地藏經 用佛號稱佛名號品 這個稱佛名號品 各位最好獨熟 我每次幫人家助念啊 我就會把稱佛名號品 所有的佛號念一遍 也給家屬看 你看看 地藏經說的 誒 念這個佛 勇於山徒 以後向好莊嚴 念這個佛 將來成佛 他家屬也覺得 我好幸運啊 往生者那更是很有福報啊 因為我絕對相信 佛是真實愚者 這個往生者 我們有機會 跟他送地藏經 乃至地藏菩薩的名號 沒問題了 所以各位這一點最重要 相信 一個靈命中的人 我們帶他念阿彌陀佛 他嘴巴還跟我們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下沒問題了 往生淨土是必然的 品味有高低 所以我們覺得 非常有意義 所以 這種心態 所以我們的心態 如何達到圓滿呢 雖然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大家都有探生吃 都會嫉妒驕傲 如果你的老公跟別的女人講話 你就乾坤了 你自然就有一個 沒辦法控制的情緒 你最愛的女朋友 今天跟別的男人講話 你也會吃醋 甚至想打他一巴掌這樣 你自然就會 就會生起這個念頭 因為那怎麼辦呢 雖然念頭是假的 所以你要趕快念佛 這一點各位記住 佛菩薩就在你起心動念 甚至想要造惡業 罵人的時候 趕快 大願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 會以他全然的力量加持你 讓你的心 可以不去造惡業 恢復到正念 不會去造口業 所以這就是大乘佛教 叫念佛法門 所以剛剛你送地藏經 你有時間 你最近心情很不好 媽媽得癌症 心情很不好 你這個心情不好 不要一直維繫下去 因為你維繫下去 會傷害到你自己 更會傷害到你媽媽 你的媽媽 現在就要給他一個 很強而有力的 好的心靈的力量 跟業 一個善業功德 來減低他的痛苦 所以你在那邊 痛苦沒有用 趕快地藏經打開 念給他聽 不但你自己很有信心 很平靜 我念地藏經的時候 媽媽怎麼都不叫了 媽媽怎麼都沒苦了 哇 地藏經不可思議 所以各位都知道 像我一樣 我的媽媽得癌症 將近三十年前 我跪在那邊送地藏經 她完全沒有在發抖了 沒有在喊痛了 對我來講 就越念越認真了 她都沒有在痛了 不然幾分鐘要痛一下 幾分鐘要發抖一下 幾分鐘要叫一下 但是你念地藏經 這麼長的時間 她動都不動 平平靜靜的 不可思議啊 那個時候 你都忘了你腳在痛了 你都忘記要喝水了 因為你一直想要讓她 保持不痛的狀態 所以這一次我媽媽 又往生了 那往生了 之前我們就跟她講 白話地藏經 讓她小野障 那白話地藏經 念完了 要跟她講 佛說阿彌陀經 讓她相信輪迴 不墮落上二道 讓她 以阿彌陀佛的信願 隨我念佛 升起一個慈悲心 就可以上平往生 所以她跟我們念佛 所以 因為 這兩部經典 哇 解決了我媽媽的 生老病死輪迴的問題 當然 這麼多部經 心經 你心情不好 念心經 你頭痛 念心經 你躁鬱症 念心經 還不夠 最好再操操心經 躁鬱症 就是控制不了心的時候 慢慢操 這個心經的力量 唐太宗 還是唐玄宗 忘了 當他病了快死的時候 老百姓都沒辦法 大臣都沒辦法 玄奘法師 就把他剛翻譯好的心經 親自先唸給皇帝聽 皇帝一聽完 所有痛苦沒有 放下 往生進度了 心經的力量 所以我想各位 念佛 誦經持咒 什麼時候念 不是你沒事幹在念 我現在閒閒的我來念 當然有福報 那重點是在 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當我要生氣的時候 當我要造惡業的時候 當我在最危險的時候 當我想要幫助對方的時候 那麼大悲觀世音菩薩 消除所有的苦難 消除內心的貪嗔痴 又能夠埋怨 拿摩大悲觀音菩薩 所以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因緣 看你喜歡 念阿彌陀佛 念地藏王菩薩 你喜歡念哪一部經 所以 特別各位今天誦經啊 我們透過衛星直播 電視直播 我剛剛看臉書 很多人一起在看 在念 我們上面給他打字幕啊 所以 希望 整個世界 整個法界 都 得到 我們 大家 持戒 發菩提心 送大乘經典 特別地藏經的功德 然後呢 來淨化這個法界 來超渡這些受苦的眾生 所以 各位你要想 哇 這個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議 所以 因為我的媽媽 所以 我變成要對整個世界的媽媽 推廣地藏經了 我媽媽可以 離苦超渡 那所有眾生都可以 離苦超渡 那我們現在還活著呢 我們活著 就在送地藏經 就在老實的手 八彎災界 就在廣修功德 各位 快不快樂 唉 太好了 明天不用上班了 繼續送地藏經 但是要上班呢 那我要去 實踐地藏菩薩的精神 不是要去賺錢的 大悲大怨 懷著悲心 讓老闆賺錢 讓員工快樂 讓客戶快樂 我製造這些產品 是要來幫助社會進化 你懷著這個心去上班 那就是地藏王菩薩的精神 而且做事情 相信因果 絕對不要做壞的 乃至傷害到 直接間接傷害到眾生 乃至客戶的事情 因為你讀過地藏經了 進一步 透過你製造的產品 乃至電腦 然後把這個因果輪迴的觀念 把這個成佛的觀念 帶進去給他們 所以我想 我們要對整個世界 升起這個最圓滿的心態 大悲心 願所有眾生都離苦 那我這樣說 我希望各位 多用這種思維模式 去做事情 去處理任何一個人 當然 當你碰到一點挫折 誒 我頭在痛 小心喔 頭在痛 你的思想有問題 當你的思想有問題 這個夜報就會成熟 你頭就會痛 那為什麼會頭痛 用心機太多了 計較的人 頭暈頭痛 然後呢 你這個心態去害到別人 那叫腦癌了 問題就來了 所以各位 在這一點 那當你身體有反應的時候 你馬上要知道 因為我最近都在研究 很多人都腰痛啊 很多人肚子痛啊 有些人婦女病啊 原來這個都跟我們的心態有關係 壓力太大 做事情很認真 壓力太大 一直想要成功 腰就出問題了 乃至呢 你被壓 不是你自己創造的壓力 是你覺得你不想做 但是別人強迫你做 那你脊椎就出問題 這個脖子這邊 甚至你做成功了 但是你就看不起別人 我這麼大的壓力 終於把事情做成功了 看不起 比你差的 那你腿骨頭 又出問題 原來我們的心態 要一直掌握這個 所以當你念佛 誦經持咒 恢復到一個最好的心態 謙虚 慚愧 慈悲 不執著的空性 甚至 怨對方一定要成佛的菩提心 我想各位 你愛你媽媽 愛你的爸爸 愛你的兒女 除了世間的愛 各位要發展成為佛陀的愛 我要我的父母子女 解脫成佛 那你要一直告訴你自己這樣 為了讓他解脫成佛 所以我不能罵他 我要微笑 我要讓他對我有很好的印象 所以我要修忍辱修謙虛 然後呢 讓他從我身上慢慢的學到因果 而願意歸三寶 而願意讀《地上經》 願意來守戒保護自己 願意來布施 讓自己有福報 那所有把這個功德 達到一個究竟圓滿的意義 成佛度眾生 就回向菩提心了 所以各位聽我這樣說啊 那你要 不管你在家裡 在公司 在社會上 你要把你的思想跟行為 引導走入一個修行 我為了讓眾生離苦的成佛之道 千萬不要停在那個事情上 這個事情好累啊 這個事情好輕鬆啊 但是你的心態到底方向在哪裡 你要抓得很緊 不要被一時迷失了 現在感情很快樂 現在很有錢 現在在生病 然後就被他迷失了 到底你活著要幹嘛 然後你就等著生病來嗎 等著老來嗎 所以 那你要開始主動用你的生命 所以受包安再見 早上說啦 告訴我們 不要傷害任何眾生 免得傷害自己 進一步呢 不要執著任何欲望 免得再輪回 進一步呢 學地藏王菩薩 大悲大怨 乃至下地獄 都要讓地獄惡鬼道 痛苦眾生離苦 為什麼 都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都是對我們有恩 這個世界 外在的世界 一切存在 都是我們生命存在的助援 都養過我們 幫助過我們 所以 我們要發展這種偉大的心態 然後呢 這個叫大乘佛教 然後融入在我們的家庭 融入在我們的社會 乃至你生病也變成修行了 生病的時候 這是我的業障 我要好好懺悔 不要怪動怪息 好好的懺悔業障 痛苦最好的功德就是可以讓你懺悔 但是我為什麼會怕痛苦 原來我執著身體是我的 我有這個我執 沒有這個出離心 沒有空性 終於這個生病 讓你相信夜暴輪迴 你會有懺悔心來懺悔 進一步要來得正空性 哎呀我這個身體那麼痛苦 我這個心情這麼痛苦 原來眾生都這麼痛苦啊 憂鬱症 煩惱 貧窮 輪迴 沒有生命的方向 所以呢我當願所有眾生都不要有這個痛苦 希望他們的痛苦都會來承受 我要精進的修行 以這個快樂的功德 讓他們呢能夠離苦得樂 為了如此 所以願眾生都成佛 所以我也一定要成佛 為了要成佛 所以我要拿這個生病來視為空性 我要拿僅有的體力來廣修六波羅蜜 廣修功德 那你這個生病好有意義啊 所以感情上的苦 肉體上的苦 金錢上的苦 你都要把它用在佛法的意義上 而不要一直追求 哪裡有醫生啊 我要看病 當然要看醫生 但是你要把病因找出來 心態找出來 看醫生不見得會好 也不見得說不好 但是呢他有他的因緣 但是我為什麼會生病 這你要弄清楚 我的心態 我的行為造成我的病 所以為什麼會得肺癌 得乳癌 為什麼呼吸器官不好 因為呢壓抑 對某事情不滿 所以這種壓抑 會造成傷到你自己 氣不通 你想要得到的事情 得不到 腰不好 所以 那你就會不斷的 來這樣子 生命變化痛苦 你要把這個道理去體悟變成佛法 體悟變成一種悲心 然後佛陀講空性 這個世間沒有什麼真實存在的東西 包括我 包括我的生命 我的家庭 但是我怎麼會覺得有呢 所以各位你要把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 不要被無名抓住了 你覺得它是真實存在的 它給你一個很快樂很痛苦的感覺 它只是一個名字 癌症跟健康 它都是一個名字而已 對你的真實的意義是什麼 你要思維得很清楚 所以各位平常一碰到逆境 先念佛 先讓自己體悟到佛陀的加持 誦經 念心經 持咒都可以 馬上你會超越這個痛苦 那進一步呢 超越痛苦平靜以後 思維痛苦的因在哪裡 所以原來是我的心態 我要去調整 原來是我的造的業 我要去懺悔 進一步呢 思維 希望我的兒子 女兒 爸爸媽媽 親戚朋友 都不要有這樣子的痛苦 而要告訴他們什麼方法 那我想 所有世界上的因緣 快樂痛苦 都成為你一個 修學佛法最好的機會 並不是說我們大家來守八關災界 來拜佛 我們才叫修行 然後等一下我們下課了 各位明天上班啦 出去玩啦 這跟修行沒關係 你要把這邊 在佛教裡面學到了 在地藏經裡面學到了 以及受八關災界的體悟 所知道的 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你看 那些魚是畜生道耶 我們幫牠唸七佛如來 唸大悲眾 牠最後可以安享天年 不用再做魚 以後生天生淨土 那我們更要為所有的人念佛 更要為六道眾生念佛 所以報紙打開 電視打開 有這麼多動物 有這麼多友情 有這麼多人類 所以有時候 我會打開 西方人在辦演唱會 哇 幾百萬人在那邊聽啊 我也會看 然後他們唸得很大聲 我也唸得很大聲 上回我在看的時候 剛好我每個小時 師傅你在看演唱會啊 我說那個是你想的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趁他在唱 我把台上那個唱的人 觀想成觀音菩薩 他唱得好好聽啊 底下聽了大家都這樣 然後呢 他們都在聽 都在唸大悲眾 大家就是要 你要升起悲心 你不能說 我是唸佛的 我管他在唱歌 那這樣你又脫離眾生啊 你又失去跟眾生的關聯性 你又捨棄眾生啊 你又為自己在修行啊 他們就是不會唸大悲咒 才希望在那邊唱唱跳跳 他們就是不會拜佛 才在那邊跳舞這樣啊 他們就不懂了心經 才會在那邊打麻將 所以 哎呀他們好可惜啊 在釣魚殺生 所以各位你要 對他們升起悲心 所以菩薩從西方极熱世界再來 不是住在寺廟裡面 住在屠宰場 住在賭場 住在舞廳 住在地獄 因為菩薩 他要把這個空性 空性對他來講 他已經不會被他們污染了 他要把這個不退轉 這種愛眾生 永不退轉 用在這些造惡業的眾生身上 所以 看到眾生造惡業 你要升起大悲心 看到自己在起心動念 升起慚愧心處理心啊 但是無論如何 那各位要去 一直去思維 這些道理 讓我們把這些心態 化為實際的行為 然後自己最好的發願 做地藏菩薩的分身 地藏王菩薩把這個業果輪迴 歸依孝順布施發心 那麼告訴我們 這麼圓滿的一部經典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幫地藏王菩薩 推廣 但是你首先要做地藏王菩薩的戒律耶 你要有地藏王菩薩的孝順 願力慈戒 然後自己觀想自己變地藏王菩薩 各位這一點很重要 大乘佛教教 要直下承擔 我就是地藏王菩薩 我要去做地藏王菩薩做的事情 你念阿彌陀佛 我就是阿彌陀佛 你要有信心 這個人往生了 給你一張牌位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力量 透過我的圓滿的信心 跟清淨心 百分之一百地展現在那些牌位 往生者身上 他不得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只要他願意 至少他脫離三二道 因為你沒有加入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你只有一種悲心 信心 清淨 你原來所做的功德 都在裡面阿 你也不用強調 譬如說 各位今天手八彎再借 如果有機會阿 晚上大家去註念阿 保證他至少中平往生級的世界 這樣你才會覺得 非常有意義阿 阿 不是晚上回家坐在家裡 一直想我肚子餓怎麼辦 到底要不要吃 到底要不要趕快睡覺 這樣阿 那你就浪費時間阿 那你應該把地藏經拿了 走 大家跟我來去屠宰場 去殯儀館 去需要的地方 去望阿保 我們來為他們唸地藏經 看不見 我們光唸地藏菩薩 為什麼 因為你充滿了八觀哉界 廣修功德 這個自我功德力都在了 但是一心 把佛菩薩的力量 布施給他們 那各位要經常 這麼去實踐 阿 就像我拿著麥克風 嘀嘀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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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哽嘀哽 我喉嚨都在痛 我早上已經吼了一早上 到 但是cimento aan 非常有意義 阿 如果能夠引起一個人 哪怕一個人 就像各位 等一下聽完了 晚上都去カラオケ 都去跳舞了 都舍戒了 但是我在各位的心里面 也种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善根 这个善根 在将来因缘和合的时候 你会比我精进 甚至比我早成佛了 但是我们不能去要求你 现在当下的改变 不要这样 不要要求 所以你爸爸醒的时候都骂你 等他睡觉的时候 你在旁边念佛就好 他就会种下一个善根 他骂你是应该的 小业障 因为你过去骂他 骂到天亮 现在换你做儿子了 倒过来了 所以各位要接受业报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很喜欢 生病的时候赶快拜 我不要生病 我不要生病 不要生病哪有可能 佛陀都有病 所以我们要高兴的接受这个业 以这个业来修行 那你就可以超越这个业报的痛苦 所以各位要经常观察 自己一辈子吃素放生 结果得了癌症 我在小业长 重业情报 愿我发得愿 承担众生的业 有这个福报能够来承担 所以虽然身体得癌症很痛 但是心里面靠着佛的力量 乃至思维空性的力量 能够超越 不但超越 生起一个大悲不退转 愿我将来能够像现在一样 痛得要死 却还在想帮助众生 那为了要在痛得要死 帮助众生 所以我一定要思维金刚经的 无我的空性 超越自己 那所以我想 我们行菩萨道 为什么这么尊敬地藏王菩萨 他实在太伟大 太伟大 受尽所有众生轮回的苦 最后一个成佛 永远都是最后 所有众生都成佛了 都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佛 所以永远视现成实地菩萨 他一下就可以成佛了 但他永远视现成实地菩萨 具足一切功德的 来帮助众生 却不显现佛的力量 所以那你要去 这样子去想 我们读经典 是为了这个啦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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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主任心上 COVID-19平等当中的青年 煮一缝啥和一缝啥 平面充斥清油耗的方法 提醒 腔头身体调佛的世界 会煮一缝啥 煮好的将流头献丛 留十五分钟 香港设计前 煮一缝啥和配方煮丛 有急性公民反应 就在流头献丛了 至少三十分钟 煮一缝啥和 香港筋发射超过四十八点钟 有专门的公民反应 也在煮一缝啥二十八年内 外交哪通都等离开 调避困难 旧有种有通 皮肤充益有出现 充装的疫情 请各位基本生产肯 香港公司 是煮一缝COVID-19疫苗 煮一缝啥和整个社数 大家最爱美 没有任何年轻轻 可是做好防疫出时 和轻轻轻 速度带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 有一位在佛陀时代 有一个人 他在路边走 然后就看到一个鬼 拿着绳子鞭子 一直打一个死掉的尸体 这个人很怕 说哎呀你怎么打那个尸体 这个鬼就说 哎呀我前世 没有孝顺父母 不懂得供养三宝 现在堕落做鬼 很痛苦我就怪他 所以我就打他 然后他继继续往前面走 然后他继续往前面走 又看到一个天上的神 神身体会发亮 哦傻花 哦傻花 供养一个尸体 他就很高兴 哇这位神 你为什么要供养这个尸体呢 然后这位天神说 我上辈子哦 哦供养三宝 孝顺父母 布施 所以我现在升天 我来谢谢他 然后他继续往前面走 又看到一个天上的神 他想说这个神 不知道来供养谁了 结果就看到这个天上的神呢 他在拔路边的那个野果 那个水果拔来吃 拔来吃 他说奇怪啊 天上的神 应该在天上有很大的福保 怎么会到世间来吃东西呢 这个天神说 我上辈子孝顺父母 恭敬三宝 但是呢 我不喜欢布施食物 没有供养食物 虽然我现在做天上的神 好像天上的东西都吃不饱 要跑到人间来吃 所以我想 这个佛教的故事告诉我 每个人的夜报 都是自己决定的 我们庆祝魏瑟节 欲佛节 释迦牟尼佛教告诉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你做什么事 得到你自己的结果 做鬼升天 乃至有福报没福报 行为主宰命运 所以我想 各位应该想办法 去做更多 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帮助的人越多 这个功德就越大 下午我们去放生 将近五万尾的鱼 等于五万个众生 那去放生 就跟五万的众生 结得很好的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